40歲吳小姐工作負責行政櫃台 每天上班8小時 幾乎能坐就不站 而且每坐必翹腳 兩年前她下背左下肢痛到受不了 連走路都有困難 才終於接受治療 腰沒辦法停止 那走路走一下下就要蹲下來休息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狀況 是前年11月的時候 開始超級疼痛起來 吳小姐確診後是椎間盤突出 病有神經跟壓迫 根據統計椎間盤突出 耗發在30到50歲之間 加上坐姿不正確 人體坐著時候腰椎承受的壓力 是站著時的2.5倍 現在有一種介入性的疼痛治療 利用高頻熱凝的療法 可以更有效治療病患的疼痛位置 它的原理就是 有點像是微波爐一樣 它可以在針肩周圍 利用那個所謂的無線色頻 那去震盪旁邊的分子 那去加溫 像這個坐骨神經的這種神經節 我們一般就是加溫到 大概41-42度 介入性疼痛治療 有別於傳統開刀 或手感盲目的找尋神經位置 透過儀器的精準定位 術後大約一周 就能夠有效減少疼痛感 也不需要再服用任何的止痛藥物 這樣的治療方法 也能有效對抗帶狀炮疹神經痛 或三叉神經痛等病情 帶來新闻我們彭帥徐英豪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